聆听美丽故事,大家好,我是美玲 两个人在一起待久了,很多时候会觉得对方不爱自己了 其实只是因为距离近了 有些东西习以为常就感受不到了 距离呢产生美 当两个人分开后,你可能会发现原来对方那么在乎你呀 尤其是在久别重逢后 男人做这些事情能直接说明你对他而言的重要性 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你脸上就绽放出笑容 男人好久不能和你见面,心里是非常想念的 当看到你的那一刻再怎么克制 也能看出他是非常开心的 本来心里满满的思念,抓心脑费 再见到你的那一刻就内心满足了 所以脸上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很难克制 第二件事情就是会陪你做你喜欢的事情 陪你去你喜欢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情 比如去游乐园或者去大吃一顿 甚至不厌其烦的陪你逛街 把之前你们没能在一起做的事情全部补回来 只要你开心,再来也陪着你 第三件事情就是忍不住和你有亲密接触 比如拥抱,亲吻 当你们两个人好不容易独处的时候 男人只有把你抱在怀里,感受你的温度 才能彻底的让这段时间的思念散尽 所以女人不要拒绝,乖巧的窝在男人的怀里 听着男人以你而跳动的心声吧 对于男人的亲吻,也不要拒绝 在男人的吻中,她的激动,她的温柔 她的种种情绪都是以你而存在 好好地享受你们这独有的时光 你们认为久别重逢后 深爱女人的男人会有哪些表现呢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